洛克来台人数减少到三四十万 政院决定要补助三亿元来促进国内旅游 而且现在呢 逐一还打到了军公教的国民旅游卡上 过去呢 很多人用国民旅游卡 不一定是用在观光旅游上 很多人是拿它去买东西 那么未来将会限制了 国旅卡一半的费用大约是八千元 必须要用在重灾区观光地区来消费 渴望为相关产业的近账三十八亿 不过到底哪些地区算是重灾区呢 其实就是受到洛克冲击最大的县市 大部分呢是位于南部地区 不过呢就军公教人员坦言了 这消费习惯可能很难改变 军公教人员人手一张的国民旅游卡 推行多年 一年一万六的额度 对中正国中徐校长而言 早习惯固定拿来消费 不过碍于洛克来台人数极动 未来限制一半额度 都得用在洛克冲击最大的重灾区 限时消费 我想大部分都用北部地区 以往的消费习惯都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政策需要 要我们到比较中南部 这些所谓 目前有一些比较 观光不好的地方去 我们当然也愿意配合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 这个那些地方啊 是不是能够提供 更好的一个条件 或更多的诱因 那我相信我们就会 往那个方向来走 虽很支持但校长也坦言政府得拿出更大诱因 看看受到陆克减少冲击最大的重灾区 大多在中南部 消费习惯恐怕一时难改变 但政府把脑筋动到国旅卡 不是没原因 不管餐厅咖啡厅 只要贴上国旅特约商店标签 公务员刷国旅卡就能申请补助 只要年休十四天以上 一年就补助一点六万 七天也有八千块补助 光花在观光商圈五万多家特约商店 预估就带来数十亿以上商机 未来若用来重振国内观光 全国约四十八万人的军公教拿出八千块 用在陆克冲击最大的重灾区 估计可为相关产业近账三十八亿 收入可说相当可观 国人只要你给他适度的诱因 那公务员甚至是你限制他只能那样消费 这是绝对有效的 那也希望说确实要落实 不要到时候其他县市又来跟交通部要了 然后他又慢慢开放 那这样到最后就变生多粥少 然后多个和尚没水喝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既然限制在灾区 那我就觉得是要严格执行 不会言后续配套可得做足 毕竟陆客来台数量减少三十万到四十万人次 政府有心要提振国内旅游观光 还动用到国旅卡 遭人质疑用政策绑架军公教 但前提是还得看他们愿不愿意买单 欢迎讯上苏云宽旅家横台北报道 也不愿意买